不要再告诉我宝姨你又黑了 因为我会告诉你 我黑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好吗 是的晒黑我不怕 因为骨头肤色本来就是我的标志 但是我怕的是沉淀的黑色素会变成了雀斑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的肤色这么黑会有雀斑吗 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不过当Sakura雀斑顾问Joanne用仪器扫描 放大我的肌肤状况200倍之后 脸上的雀斑无所遁形的那一刻 我自己真的也吓了一大跳 皮肤黑的人都是会有斑的 因为黑色顺骨细胞过异的释放色素上来说 我们的斑就会开始出来了 今天我们要帮你做的是这个Milk Milk Skin Treatment 我们用的东西主要成分是这个牛奶酵素 加这个裸笋花来帮你做 我在日本去办专家Sakura所做的Milk Milk Skin Treatment 最主要的护理成分是牛奶酵素 酵素的分子特别性小 因此可以渗入到我们肌肤的第五层组织 促进健康的肌肤细胞新陈代谢之余 还可以氮化血斑 并且抑制黑斑的产生 解决肤色不均的问题 我的新闻工作呢 不管是在大太阳天 要到户外去做采访 或者是坐在直播室里头 面对着超强灯光在播报新闻 其实呢都在不知不觉当中 导致到我的肌肤开始暗沉 产生了雀斑 那相比起去到医美诊所 去用镭射或者打针的方式来做雀斑 要面对未知的一些副作用 在Sakura这里做雀斑护理 我感到相当安心的是 他们采用的是最天然的成分和方式 来做整个趋斑护理 而且是一次护理就看到效果了 第一在做完整个护理之后 我感觉到的是 我的肌肤好像喝了满满的水 但一点紧缝感都没有的 而第二我最在意的效果 就是美白效果了 而且是有毒为症的哦 你可以看到我在一次护理之后 整个肤色是大大提亮了 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 来到Sakura 让自己的肌肤焕然一新 记得要点击以下的这个link 然后回答简单的问题 Sakura就会送你一次 免费的去一杯护理